众也準備鮮花素果 迎接即將要到來的祈福會 農曆七月是吉祥願 歡喜願 感恩願 農曆七月人人想著要普渡 不過透過祈福會 參加的民眾也學習到 即使不殺生 不少紙錢 也能傳遞虔誠心意 為到我們佩祖大家身體健康 大家的幸福 很感謝主席有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知道這個 你所要怎麼做 很感謝 要親近在源頭 珍惜大地給我們的資源 關山子祭一月 今年也以親近在源頭為主題 特別帶來小短劇 宣導環保回收的守則 在環保站工作的師兄姐 都是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家 那如果產生了細菌 發生了感染的話 對這些老人家的身體 就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希望所有的會種 能夠把可以回收的東西 洗乾淨再拿來回收 吉祥月也是孝親月 冠山子月也期望為病人祈禱 祝福他們盡早脫離病痛 與家人在共創幸福人生 大家新聞 這下我們直公里 金昭圖華光 台東報導 而環保在這裡好歡樂